娱乐圈最近真是大瓜不断 先是孙飞飞自曝曾遭剧组霸凌 后又是宋祖儿被举报透漏税 如今知名主持人华少也被爆出大瓜了 9月1日 网上突然爆出一条主持人华少 被相关部门带走调查的消息引起热议 据网友爆料称 42岁的华少是因为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才被相关部门带走调查 爆料指出有关部门已经对华少展开了深入调查 且已经有了一定的证据 紧接着有自称在律所打工的网友证实称 的确有这种事但不能透露具体原因 该网友只是强调华少因为此事非常憔悴 不过就在网友热议之际 华少本人发文做出了回应称 不信谣不传谣并晒出工作照 看来华少被带走调查纯属谣言 但不可否认的是 李明和好声音的事情出现后 华少的口碑就已经受到了影响 此前 李明控诉好声音的音频曝光后 华少作为12届好声音的主持人也受到了波及 评论区直接沦陷 华少目睹了录制的全程 却在风波愈演愈烈时 直接关闭了评论 消失不发声 引来了一大批网友的不满 有人怒气他对不起李明 有人指责他没有担当 还有人表示要送他一首歌算什么男人 随着舆论的发酵 华少的一些黑历史也被网友意意扒出 比如他曾因为孔雪儿不会吃鱼子酱 而一脸优越感地嘲讽他 以至于当时还是新人的孔雪儿 只能尴尬地配笑 旁边的人嫌弃也是一脸尴尬 他还曾在采访张家辉时 用审问的语气追问隐私问题 甚至还在张家辉明显不悦的情况下 问及他未成年女儿的择偶标准 气得张家辉当场变脸 直言自己很不开心 怒斥他作为主持人 没有分寸感 其实华少是很有主持天赋的 他主持过的 我爱记歌词 爱唱才会赢都深受观众喜爱 一秒八个字口播速度 也让人印象深刻 可就是这一桩桩 一件件的争议事件 让他的口碑不断下滑 以至于如今又传出 被带走调查的消息 网友们也纷纷表示 希望传闻是真的 总之 华少的口碑真的是大不如前了 网友们在看到 他被带走调查的传闻后 纷纷表示 希望能够深挖细茶 一追到底 还有人直言 浙江卫视主持人还是喜欢沈涛 谦逊 低调 随和 华少看着就很孤傲 很狂 不管怎样 虽然在好声音事件发酵后 他不发声不表态的做法 能够被理解成是明哲保身的无奈之举 但也希望他能够正视一下口碑上的下滑 不要引起撞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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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